22号是冬至 台东大学再度展开了送餐服务 学生带着餐盒和烧酒机 送给校区附近两个礼的长辈 尤其是行动不方便的民众 学生还会送到家里 长辈们收到冬至的礼物 当场也回征了自己所种的世家 台东大学40几位学生 忙得很开心 因为送餐的对象 是学校附近建农礼和建河礼的长辈 独居和行动不变的老人 还有低收入户家庭 都是今天服务的对象 没事吧 没中刀 没中刀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不好意思 谢谢 对 谢谢 一个吗 每一个 好 谢谢 我们还剩三个 打包分装的便当 有素炒青菜 鱼排和麻油鸡汤 营养和美观兼顾 校长曾耀明带队一一拜访两个礼 碰到有人行动不变的家庭 学生亲自送到家 谢谢啊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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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拜拜 拜拜 在学校也很少参与这些服务当地的人的这个活动 然后我想说就刚好有看到那个资讯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跟我同学说我们一起去报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就第一个时间看到我们就第一天我们就去报了 在镜河里的世家集货场学生小心装好鸡汤交给社区的民众 乡下地方就是纯樸 大家拿了餐点又感谢又有点不好意思 这里种的世家通通回送给学生 成本一粒没得有 对啊都没了 就成本一粒 就成本一粒 哈哈 东大的学生他们都外地来的嘛 较少吃小鸡汤 我们是生産者 我们这生産的无贵手 就送人就给人 对 小事情啦 自己种的自己好 好处理 来送餐 他们就很高情的送我们食品 我们招募是十位真的不到一个小时就爆满了 然后还有很多同学一直说我们可不可以排候补 然后就发现今天的志工团队真的非常的优秀 台东大学说送餐给一百多位社区民众其实不算什么 当初校区从市区搬到现在的资本附近邻里都很支持 也都非常照顾学生 送餐不是付出而是回馈 敦心慕邻的活动一定会持续下去 记者蓝永诚台东市报道 不可可不可以带到现在的意义 我们下期间 好